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看到這隻嗎 然後看都沒有 有點搖頭 來 用一個很嚴肅的心情跟大家說 這種魚我們知道 這邊有兩個泡的叫水泡 然後今年居然改良出這個魚啊 你看 你看看這一隻 這一隻上面沒有泡咧 底下有兩個泡 你捏啊 這是什麼東西 看得我膽顫有心情 你看 你捏啊 它上面兩個泡 底下兩個泡啦 阿娘喂 這男人很怕 因為這種東西 不小心撞到什麼 就會像那一隻一樣有沒有 底下的兩個 底下那兩顆撞到很容易沖血 那一隻大隻的 而且那個很脆弱 真的是開了我眼界了 兩顆淡淡掉的牙 可愛的水泡金魚 你看 頂著兩顆泡搖啊搖 這裡有一個大的 水泡一定要挑身形粗狀的 身體粗狀 那個圍餅也要粗 因為它要頂著兩個大泡泡搖啊搖啊搖啊搖 在這裡 黑泡也不錯啦 很多這種水泡如果透明的那種 它裡面沖血會看起來紅紅的 不太好看 它這個黑泡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一定要削這個身形 身形這裡夠粗狀的 以後帶著這兩個泡才搖來搖去 才搖得動 不會有那個蜜蜂腰的 然後頂著F罩杯 你說要跑步它很累 這種魚要從上面看了 蝶尾 它就是一個俯視魚 可是現在改良它的顏色的話 水裡面看也還不錯 鋼中看也還不錯 那就記得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落水流 蝶尾尾巴是開的 它經不起搶水流 其實像這個打氣也都太強了 像這一缸的話打氣應該拉到過濾的 這一缸 打氣應該拉到過濾的角落 然後低於二分之一再下去一點 那你換水的時候 就是換到那邊 那至少換水的時候打氣也還能打 這個算 兩色的熊貓蝶尾 這個都是三色蝶尾 然後這裡 這個就叫丹鳳 這是特殊的中國魚 這個俯視會比較漂亮 你看它這個打氣打這麼強 我們要俯視魚的那個觀賞面也沒有了 就是忽略一些小細節的地方 你看在這裡就比較能看得到 它的樣子 這條魚類的出水太強 它在整個魚缸墜落的角落休息 這個是花丹鳳 這個是花丹鳳 這個也是 這也是屬於丹鳳 然後這裡 好那我們來看段位留金 放在這裡就好 這是軟鳳的 軟鳳的水墨 這種黑就比較不會掉色 因為它是軟鳳魚 軟鳳就是有透明鱗的 有一些鱗片是透明的 有一些會反光 這個優點 這隻就不掉色 然後短尾留金我都會掙扎 要不要進 因為牠很糟糕 然後牠 你就是真的要挑尾巴合的 尾巴不能開的 有的又沒有尾柄 看你這隻魚還有漸蟲 還有兩根漸蟲 記得讓他們看一下 它白白那個就是漸蟲 那漸蟲好像已經掉了 下面那根的漸蟲還沒掉 靠腰的細節都沒注意到 還像這樣 然後短尾留金它有一個選美的標準 第一個你要高背 你要高背有駝風 那第二個不能尖嘴 那像這一隻是頓嘴的 這一隻嘴巴甚至有凹 那但是這樣子凹起來就很可愛 所以你看 像那一隻也是短嘴的 嘴型這樣都算短嘴 那這一隻 稍微有 是尖嘴的 但是牠沒有很尖 就是 也是算 尖嘴型但是就比較短 你就不能挑那個 嘴巴一個三角形很尖的 那個魚就廢了 那個魚就整個美感就毀了 就沒了 那這裡有 那個 凸眼睛的 凸眼睛的那個 可是燈光不夠 對 龍金就是 叫什麼 有人叫什麼 惠龍還是什麼 就是 長尾珠林 五花的 然後加凸眼 然後還有頂流 還蠻特別 這是一些中國風 中國的特殊魚 這種流金很大顆就很怕孕 然後 這裡看一些特別魚 那個水墨玉如意 水墨兩側的玉如意 這個就不好買了 因為它 這個沒有大量在繁殖 那應該算個體而已 然後合金就比較有 合金像這一隻 紅白合金 也就一般般 湊個樹而已 湊個品種 五花的 這個是 麒麟的 這一篇特殊的魚種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然後另外一個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五花跟麒麟這種魚 你的魚缸底色太淺 它的魚的黑斑就會全部退掉 就會不好看 齁 這個就是重點在這裡 所以它魚原本不是這個 這個色的 是因為環境底色太亮了 它魚就會跟著環境白亮 它的黑斑就會退掉 你在養維深色魚缸就出來了 好 這一段到這 拜拜 這個是海水缸的配備 你看它有什麼鈣反應器啊 什麼蛋白磁 蛋白分離啊 什麼那些 還有這裡 這個是我還不會去碰的區塊 因為 因為 那個 專業蠻多的 你看這個都是用馬達驅動 打上來的 十五噸 OK 對拍那個 哈囉這個是 有一間金米治療的 啊 就 好 不是重點嘛 重點是這邊 左左邊這邊 左邊這邊 他們穿的馬道超漂亮的 對啊 喔 那眼睛一顆大顆 對啊 總共有了眼睛大顆 這種馬達 台灣早期很早期就做這樣 對啊 我們現在 明天有那個鴻魚的比賽可以看 等他明天裁判完以後 那我們現在可以轉過來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漂亮的大白腿 好 我保留你們看 大白腿 好 沒有 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他們穿的過台超姐很漂亮 這樣 我知道你們要什麼 看什麼水主展 就要看這而已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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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